哈喽各位活化课程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是7月7号星期三 我们现在在上的是科展课的部分 那昨天跟前天呢 其实已经有啰啰嗦嗦的 把一些上课的内容跟重点 都跟大家做提示做分享啦 那今天呢 雨柔老师当然还是希望能够直接的进入主题 因为每次我发现 我有时候一讲那个话 都讲不给他有点太多啦 不过呢因为毕竟是上课影片啦 我还是要顾虑到可能之前有人还没有来得及 看我是今天心情好 刚好不小心手滑就点到这边啦 我还是要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活化课程 科展课的部分呢 会稍微讨论一下 关于那些猛情飞的超级快的猛情 到底那些分类的差别是在哪里哦 那当然啦 因为雨柔老师不是真的蛮专业的赏鸟专家 如果我是就好 但目前还不是 所以可能我找的内容分类的项目会比较简单 然后是比较类似帮大家做介绍 不会那么的真的那么的专业 那么的专精 所以呢一样提醒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们这些人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还是可以自己上网再去搜寻一下 说不定你会得到很多自己就是意料之外的好的结果 这样子哦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科展课呢 原则上都是从我们这个速度来讲 那我第一周呢 除了稍微讲到奥运的这个隔岩哦 要跑得更快 不一定跑 但是就是你知道更快更高更强壮 那当然也有提到说 那人类的想望 人类的想法就是要快快快要进步嘛 那我们就来看 同样就是比速度的话 昆虫快快快的昆虫是哪些 这是我们7月5号的内容 7月6号的内容呢 我们谈到的是哦 前一天是大前天 对大前天呢 是六只脚的伙伴 那我们昨天呢 就是两只脚的伙伴 看来要PK一下谁的速度比较快 那今天呢 当然就要休息一下 不然一直冲冲冲冲 冲过头也是蛮累的啦 所以呢 今天会稍微帮大家稍微就是那个 应该讲说算是暂停一下 没错 没错 我们暂停一下 然后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可能比较常听到的猛禽类 当然这个常听就包含你们大家这个平常会听到的那个自然课 OK 自然课偶尔会介绍一些保育类的动物嘛 那当然保育类的动物可能名字的部分就会让你觉得 老师那个名字怎么好像都是重复很像或类似 或者是他们看起来怎么好像都长得很像亲戚一样 没有错 有一些有亲戚关系 有一些没有亲戚关系 但是呢 偷偷跟你们讲 因为如果真的要讲到有没有亲戚关系 这个可能会牵扯到太太太困难的部分了 所以呢 今天也不会打算讲这么复杂 大家还是可以安心享用这个影片哦 好啦 总之呢 昨天的内容跟今天的内容还是有连结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不小心先看到我们科展的内容 欢迎你呢 7月6号的可以先看一看 那当然7月6号看一看 其实你可以顺便把7月5号的一起看一看 这个是没问题的哦 好 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是要来看 确认一下我们这些常见的猛情分类到底是怎么分的呢 阴消雕狂准 阴消雕狂准 OK 准呢 昨天也有介绍过了 然后狂呢 这是今天的内容比较新的遇到的鸟类好朋友哦 雕呢 其实大家都蛮常听到的哦 然后这个肖呢 其实你们应该常听但是常常会搞混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可能可能会把这个字看成号码的号 对不对 其实不是在讲你们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把这个字常常写成那个号码的号 后来才发现 有人在旁边是鸟不是老虎啦 对 然后最来再来再来最搞得清楚就是老银的银码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当然就是先从我的排名顺序上面的老银开始看 但在这边呢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下今天的顺序今天的顺序 今天7月7号的顺序跟速度是没有关系的哦 我昨天的影片跟前天的影片都有提到那个关于我的影片排序的部分 越前面的那个速度是相对于其他人是快很多的 就是前面是速度快然后速度中等然后速度第三名这样子 可是今天哦先讲好7月7号今天的影片跟速度没有关系 我就是照一个好介绍让你们好了解的这个状态来做顺序的排序 所以这个千万大家不要误会哟 来 这个看一下啊 它叫凤头苍蝇 它这个呢都是台湾的老银 台湾会看到的老银品种这样子 有没有觉得凤头苍蝇很帅 没错 没错 我就是要跟昨天一样又要开始尖叫了这样子 好那先让你们看完帅气的台湾的老银凤头苍蝇的照片呢 还是要回来看一下我们老银的这个解释啦 那当然这一页我不会停留太久 有喜欢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同学小同学呢 你们都可以自己看哦 基本上这个就是针对老银做个介绍 那我这边只是单纯要讲老银呢 其实就是这种中型大型猛情的合称 所谓合称或总称基本上就是类似说呢 如果你真的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反正只要看到这种偏向感觉比较大只的 这种很凶猛的鸟类 你都可以暂时就暂时把它叫做老银 他们就是都是类似的相同的品种 但是我这边要先讲 他们不一定真的有亲戚关系 但是就是外表外形可能会真的长得蛮像的 好这个是稍微简单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蛮基本的入门的介绍跟理解啦 那再来第二个小小重点就是说 通常呢会叫他老银的都是肉食动物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纯肉食 因为现在因为环境变化的影响就是破坏环境太严重 有时候他们真的找不到东西吃 可能可能会逼不得意 就是吃一点不是真的肉的东西啦 但我自己相信在很久之前就是环境还没有被破坏的时候 他们应该都是纯肉食没有错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老鼠啦 小小的兔子什么的都是很好抓的这样子 那还记得昨天好就是那个肩围语宴 跑第二名的那个肩围语宴也是会挑食的小朋友 好OK 但那当然了肩围语宴的挑食跟我们老银若被逼不得已 可能要吃一些不是真的那么肉类的东西状态 还是不太一样 但这边就是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顺便提一下昨天的影片内容 希望大家都要记得哦 那一样看一下凤头苍蝇刚刚有看过这张照片 帅气吧 这个是在据说是在台南的某个学校的校园里面拍到的帅气吧 凤头苍蝇 台湾其实真的很厉害哦 台湾就是为什么常常很多人说台湾是宝岛 然后我们自己比较没有感觉 我后来发现几个原因啦 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常常有这个机会可以跑出去 不管是疫情前疫情后啦 然后可能又不小心我们自己整个 呃比较上层 比较上层比较上面人的想法 可能就是读书就是第一 然后其他就是排到不知道第几名耶 就很惨哦 就做读书第一名 可是其他不知道怎么排这样子 所以可能我们就常常忽略了台湾自己身边很多美好的事情 这样其实从礼拜一开始 呃有老师这边其实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我之前可能我们都知道 哦速度最快的动物是猎豹啊 是什么是什么 比方说呃猎豹是跑最快的路上动物嘛 然后跑最快的鸟类 跑最快不是飞哦 跑最快的鸟类可能就是鸵鸟 对之类这一种我们很基本的都知道 但是我自己有去查资料 然后自己有去跟大家分享之后 我才发现说 哦天呐原来就是跑得很快的昆虫 感觉那个狐甲虫好像从来没看过 但其实台湾也有耶 然后或者是说 哦天呐红准油准原来台湾也是看得到 只是它不是留在台湾的名 它是会过境台湾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出去玩这样 比方说我们出国去玩 那个有点像是候鸟的状态 就是出国然后在那边待一阵子 然后就离开这样子 对如果说候鸟流鸟的解释 可能可以用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之后 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当然大家 就是雨娥老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只是跟大家说 其实台湾真的很多很多宝贝 但是就是我们可能比较没有 没有办法 没有机会被人家提醒说 哦要多注意哦 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在这边 跟大家做分享 好啦那在雨娥老师刚刚啰啰啰啰的同时呢 我们其实看了两三张三四张的照片 这个叫做赤富鹰 有没有看到他的肚子红红的 微微的给他红红的 对这个一样是台湾看得到的老鹰哦 红肚子的老鹰叫他赤富鹰 然后呢其实他们还有说到 像昨天我讲到红准油准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们眼睛比较是整个都是黑黑的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老鹰的眼睛如果你鹰要分的话 老鹰的眼睛会是长比较这样子 他会看得出来有两层 就是有眼珠跟他的瞳孔 这个部分呢就是欢迎大家也可以多注意 这个是赤富鹰站着的帅气样子 刚刚上一张看到 这是呢我们赏鸟的朋友 从下面抬头往上看 然后照到赤富鹰的肚子 他的飞翔的样子 有没有发现他们鸟类 我昨天有讲到要飞的时候 脚都会缩起来 为什么要减少摩擦力啊 然后这个一样是凤口苍蝇 凤头苍蝇 我常常讲的凤罐好好笑 凤头苍蝇的这个发呆照 你有没有发现老鹰的眼睛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昨天记不记得我说鹰眼是在称赞什么呢 还有印象吗 那另外这一张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赤富鹰的鹰姿 非常的鹰姿也在分享给大家 好的你看同样讲到鹰 我们当然知道外国有很多老鹰什么的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台湾自己有非常多的这个老鹰类的好朋友 不管他们是留在台湾的流鸟 或者是呢只能过境的这个候鸟什么的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动物好朋友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关心他们啦 再来下一个我要介绍的是 肖就是那个雨娥老师小时候常常写错字的肖 但呢他其实一般常讲的是吃肖科的鸟类 最熟悉的其实就是猫头鹰啦 而且呢最特别的是如果我没有讲的话 就是雨娥老师知道台湾很多猫头鹰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多达12种 这个真的有点点嚣张 因为有一些地区可能甚至连半种 没有啦连一种都没有 但是台湾自己有12种的猫头鹰 但因为今天不是介绍猫头鹰的这个 当主角当主要内容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大概只能分享两种的猫头鹰 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爱他们哦 好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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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非常我真的不知道要讲几遍的非常重要 他呢叫做台湾草销 脸是不是很奇怪很可爱 呃看看你啦 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脸很奇怪 有些人觉得这个脸很可爱 有些人就说这个脸超级像那个切一半的苹果有没有 不是那个给你们每天玩手机的苹果 就是那个你吃真的苹果水果的苹果 然后把它切一半 然后就会发现 诶台湾草销的脸真的有点给他像耶 好那当然今天不是要讲他的外形 因为他的其实外形真的蛮特别的 重点是 有没有看到我这张图片上面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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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数字 他就是只剩下500只 没错500只不是5万只或是500万只哦 他现在全世界 好就是不止全台湾在其他可能台湾以外的地方 但是当然他是在台湾算是数量相当大的一种猫头鹰种类 但是他只剩下500只 所以其实呢后来台湾的就是研究鸟类的专家啦 科学家跟爱好者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然后又大声呼吁说像台湾的政府可能就是要关心这个部分 然后其他的我们能够帮忙的人民呢 也要多多注意这个部分 的确啦 因为其实保育这种事情一定是从上到下 上呢就是指政府啦 然后那些有钱的 呃那个叫什么 商人 对企业财团老板等等 一直到中间 然后到我们那些小老百姓就是比方说我啊跟你们 其实都要一起保护 这样子才会有用哦 那草销呢其实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自己的自然课本疑似好像可能有讲过 但是我不太确定 所以呢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张有没有可爱多了 一样都是国家地理频道的照片 刚刚那个角度跟这样的角度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张呢你就会觉得 哦台湾草销这样看起来有没有很可爱 没错 然后呢它下面这边在干嘛 其实我特别选这张照片就希望大家看到哦 不止人类会照顾小宝宝 我昨天有讲到如果你有发现或是平常你们有习惯看书研究的话呢 其实老鹰类我前面有讲到老鹰类是个统称哦 老鹰类的这些鸟类其实都很会照顾小宝宝 对当然当然你一定会说老叔你给我那样子养很多小鸟类的也都会照顾小宝宝 对啊但是有一些不是小鸟类他们看起来会照顾小宝宝的人也好像不会照顾小宝宝 好啦 真的不要在这边绕口令 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们蛮多鸟类尤其是像老鹰类的部分 他们其实顾着这个小朋友是顾得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哦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回到自然课本 这是会讲到的护佑的行为 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自然课本 所以我就是在这边就会就此打住 只是要跟大家讲说你看他们会照顾他们的小宝宝 可是你要记得现在这个大人只剩下500只 而且偷偷跟你们说这个500只我还没有去就是写信跟人家问过说 你的500只的设定是指这种成熟的成鸟500只 还是包含这种已经出生但是还没长大的 如果这个500只是包含这些还没长大的小朋友 那真的蛮可怕的 就是代表他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哦 好这个呢是另外的台湾草销 就是我刚刚讲到非常需要大家一起来保护的台湾草销的另外的照片 是不是看起来真的很像苹果 对你们现在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我下一节下课中间两部影片中间有点休息时间 你可以去拜托妈妈切一颗苹果 如果你刚好冰箱里面有苹果的话 试试看切切看你就知道 哇真的非常像苹果 好这个是台湾草销的部分 那另外这个呢是台湾的零角销 他当然数量呢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这么的危急 但不是说代表他不危险 你就可以不用保护他 我们还是要保护人家的好吗 好那这个呢可能就比较跟我们平常印象中的猫头鹰的这个印象 可能就会比较像 零角销 有没有看到大大眼睛 然后嘴巴这样子 对但是记得不管是我们前面的台湾草销或者是现在看到这个零角销 他都是猫头鹰 也都是我刚刚前面分类讲的这个销的这个猛情的之一 所以记得猫头鹰他们是吃肉的 我小时候傻傻一直觉得猫头鹰应该是吃水果什么之类的 不不不他们应该都吃但是主要是吃肉 然后呢我刚刚为什么讲到说 大家记得还是要保护他们 是因为这个呢是 类似是被台 就是人类有受伤到之后 大家去保护他 然后就是他快要康复之前的留下的照片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数量多数量少都好好保护人家 可以吗 好那今天的部分呢就是先到这边 这个雕的部分 我要到下一节课再帮大家做解释 那当然呢这一页跳出来就只是先让大家卖个 我要先卖个关子给大家 不是先让大家卖个关子 我们会看到菲律宾的果鸟石渊雕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在这边卖个关子 我们下一节课会继续看哦 那最后最后啦 今天的作业的部分就是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分类的问题 不管是哪一种分类 垃圾分类什么分类都好 你说怎么处理怎么解决 好奇问你 希望呢未来下 就是下学期有机会可以听到你们跟我分享 怎么分类的部分这样子 OK那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边 下节课见咯 拜拜